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观众大家好 欢迎收看五视第一击外焦得慧 先跟大家跟进一下十大活跃股份 排头位的是腾讯控股下跌3% 中午收保$194 汇丰控股上升0.2% 中午收保$61.3 凝负基金下跌1% 中午收保$22.4 中国移动下跌0.4% 中午收保$83.95 坚钱银行下跌0.4% 中午收保$5.5 第六位的工商银行下跌挨近2% 中午收保$4.52 中国平安下跌0.5% 中午收保$40.45 中国人秀上升0.7% 中午收保$19.36 新鸿基地产下跌挨近2% 中午收保$10.2% 中国银行下跌1% 中午收保$3.37 全体十大升幅股份 排头位的是荔精太平洋 上升3.3% 中午收保$3.3 彭信国际上升1.5% 中午收保$1.58 铁货上升1.2% 中午收保$2.1% 西政国际证券上升1.2% 中午收保$4.8% 区域集团上升1.1% 中午收保$9.7% 第六位的是新鸿国际上升1.1% 中午收保$1.76% 第七位的是金村国际上升1.1% 中午收保$5.9% KTL International上升1.1% 中午收保$4.4% 中国有色矿业上升1.1% 中午收保$1.45% 国际娱乐上升1.0% 中午收保$1.32% 再和大家跟进下十大跌幅股份 排头位的是必售站 下跌2.5% 中午收保$6.1% 首都创投下跌2.3% 中午收保$6.2% 上语集团下跌1.1% 中午收保$1.13% 大中华集团下跌1.1% 中午收保$3.22% 中国派对文化下跌9% 中午收保$1.16% 第六位的是中国黄金国际 下跌8% 中午收保$17.16% 照金矿业下跌8% 中午收保$7.22% 康大食品下跌8% 中午收保$1.42% 中建置地下跌8% 中午收保$1.42% 力宇国际下跌7% 中午收保$9.1% 再和大家跟进港股半日的表现 美国道指上星期五晚再创历史的新高 不过在港股上星期五下挫300点之后 在美国12月加息预期升温之下 今早再受压 板化二地产股、收息股和石油股较为弱 恒指今日低开186点 立即失手了100天线 早段跌幅是稍微收窄的 其后就显着下挫 曾经下挫$412点 建$22,118点的半日低位 及后都见到回稳了 跌幅一度是收窄至$172点 建$22,359点的半日高位 恒指中午收保$22,267点 跌$263点 带市成交额是451亿 而国企指数是报$9,339点 跌$93点 再和大家跟进港股半日沽空金额 港股半日沽空金额是44.15亿元 排头位是腾讯控股 沽空金额是6.81亿元 占股份成交1.3 第二位是盈富基金 沽空金额是3.36亿元 占股份成交2.9 第三位是比亚迪股份 沽空金额是1.29亿元 占股份成交4.4 A50中国沽空金额是0.99亿元 占股份成交2.4 九龙仓集团沽空金额是0.921亿元 占股份成交3.6 这支的嘉宾请来我们研究部经理Stanley Stanley 你好 你好 今天港股的表现继续疲弱 半日下错了263点 厚市会否继续偏远为主 似乎市场上 真的没有太多消息 最主要大家现在在观望 就是说这个新港通 究竟什么时候有个正式 确实开通的一些日子 但看你外围方面 始终大家最关注 都可能你说是特朗普 当选了之后 究竟他的政策 如何去特别公布 因为我相信现在市场对观望 究竟他现在一系列的一些措施 一些政策 例如说加大一些基建 这些情况 都可能令到通胀会升温 年底之下都令到 可能美国的加息的步伐 可能会加快之余 可能比大家原先估计的 加得比较多 而且在利用特朗普当选之后 全球的资金流行方面 都有一个比较大的影响 特别是债市方面 都已经见到很多资金 在债市流出来 而在东南亚地区 甚至乎一些新兴地区方面 都见到资金不断流回 可能是美国当地的情况 所以从初步看 似乎港股的弱势 暂时来说比较难改变 当然跌了第三天的时间 这又变成一个大市方面 都可能短期的时间 有机会有些反弹 但如果这个外围的情况 一旦转差下去的时间 似乎跌穿22000 这个机会都是相对比较高的 好,谢谢Stanley长俊的分析 跟大家跟进中午服事之后 大市的表现 恒生指数下跌260点 报22270点 而国企指数下跌84点 报9348点 大市成交暂时是461亿 转体在内地股市方面 上证指数是靠稳上升13点 报3209点 深正城指是上升37点 报10915点 而护心300指数上升19点 报3436点 创业板指数上升18点 报2165点 节目时间差不多了 稍后回来会有其他的直播环节 稍后见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